嗨,有一个德文系的学生跟我说他很爱德文 他已经学了好像快四年了 然后他第一年,洗手文法的速度很快 就是进步的蛮多,但是后面越来越难进步 他说他那么爱德文,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困难 在表达自己的想法,他讲话跟写作的部分好像还是很有困难 他很难再进步,他还遇到了一个瓶颈 然后他问我为什么虽然那么爱一个语言,还有那么多困难 要先说有人很有天分,有人没有天分 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属于哪一种 像有的人可能很爱打篮球 他们再怎么练习,多努力 他们再怎么认识,再怎么爱那个运动 他们也不会跟可能Coby Bryant一样好 这个是天分的因素,这个可能没办法 那好,我们先假设你天分部分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可能是方法或是运动的时间的问题 假设你天分OK的,可以让你足够学习这个语言 那问题可能是你没有每天讲这个语言 你可能会看,你看文章,你看报纸,你看你的书 但是你有去表达自己的意思吗 因为我们有一种主动的语言能力 还有一个被动的语言能力 我不知道中文这样讲,对不对 就是用active的跟一个passive passive就是我可能我吸收的 我没有自己用到的时候,我听得懂 比方说小孩子,他们开始讲话之前 他们先听得懂这个语言 但是那不代表他们自己会讲 那如果你每天听德文的话 你的听力可能已经还不错了 但是那不代表你表达能力很强 因为你可能还不够了解文法 所以你可能听力的时候,你会听一些关键字 所以你听到那些关键字 或是你习惯一些sentence structures 你习惯听,你就听得懂 但是自己用是另外一个脑子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要练习讲话 如果你没有机会,你要创造机会 你可能要找德国朋友 或是写日记 或是记录影片 然后每天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repetition 就是你要不断的重复一样的事情 那个才变得很熟悉 我相信跟中文一样 你可能开始学中文字 汉字 你第一次学一个字,你还是不会写啊 你要可能要写很多次很多次 你才记住这个东西 那德文一样 所以要每天用到这个,每天讲话 每天听 尽量可能听歌 看youtube影片,或是看电影 或是网路上听 可能一些新闻报导 登文网站有一些,有提供这些影片 可以每天听 那你听的话 你要对自己很规模 因为可能有人觉得 我大概听得懂就好了 但是你要听每一个字跟字为 每一个冠词的变化是什么 比方说 他这个句子里 男生 diaman 是主词 还是 diaman 是acquisitive 受词 或是 diaman 是大体受词 就有不一样 都听起来 对一个 德文没有很强的人 都听起来 都一样啊 但是你德文很好的话 你就会分得出来 他的 到底哪里不一样 那如果你在每一个句子里 都听得很清楚 你要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有办法听 你先暂停 然后重复那个 那句话 他们刚刚讲的 像我 我以前练英文的时候 在德国 我做的就是 我可能听英文歌 然后我听完一行 我先暂停 然后写下来那个歌词 尽量百分之百对写下来 我还没有办法写下来的时候 我要重听 重听 我可能一句话 重听十次 我十次还没办法 全部写下来 就代表可能 没有一些字 我没有学过 或是就算 我每一个字学过 但是我不习惯 他的口音 或是 他的 那个字的发音 跟我原本想象的发音 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了解 你的错误 在哪里 你为什么听不懂 那个字 或是你为什么 发不出来 那个字 因为你听到一个字 你应该要马上学 他的发音 比方说 有一个很复杂的字 比方说 可能很多台湾人 有问题发这个音 因为你们没有 连那么多 consonants 它只有一个母音 很多其他的字 你们没办法连起来 所以你可能要先分析一下 你的发音跟原本的发音 是不是有差 如果一样的话 你的听力也会进步 因为你知道 他的发音就是跟你的发音一样 他就很熟悉 他不会听起来很陌生 你的发音太样好的话 你也比较容易 练起来很多不同的字 因为你会觉得 你不用想那么多 这个字到底怎么发 你浪费你的脑子 那个记忆在那个发音的部分上 你就可以直接想到 你要表达的意思 那如果你文法还没有很了解的话 你当然语言要表达 那种力也有问题 就算你每一个字都会 但是你的文法 没有背得非常熟的话 你就没办法讲出一个很好的句子 等我的文法比中文的文法难很多 所以要问你自己啊 你每天花多少时间 练习讲话 去文法 如果你文法 还没有百分之百会的话 你要每天看 每天看 它没有什么秘密武器 我不能跟你说 你现在做这件事情 你全部都会了 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靠你的努力 你每天可以花多少时间练文法 你每天可以花多少时间 跟别人聊天 用德文聊天 你可以花多少时间 看电影 看影片 听音乐 对 背单字也很重要 但是背单字我觉得是最后一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文法是基础 你文法搞定 因为文法不会 一直改变 你不会用一直新的文法出来 你文法学好了之后 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字 比方说你学数学的时候 你不可能学数学的所有的数字 数字是无限多的 所以你要学好它的逻辑 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 那如果你理解它的逻辑 或是你理解要怎么乘以三乘以三 你要怎么做那些东西 如果你理解它的逻辑 你可以替代别的数字 然后还可以算出来 但是你光学数字 你没有学它背后的逻辑 你就没办法算出来 德文里即使是一样的 如果你学好这个文法 比方说accusative跟dative 搞得非常清楚的话 你现在替代别的单字 在那个公式里面 你就可以讲不同的句子 因为文法基本上都一样 只是字要一直替代不同的字 这个就是语言 所以如果你觉得文法很无聊 我想学一些其他的东西 文法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德文里面 因为德文我们的文法非常规模 你要搞定你的文法 然后你文法搞定了 你学习很多单字 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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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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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影片有点长啊 我希望没有太长 因为我其实这个影片里面 回答很多不同的问题 很多人问我德文怎么学 为什么 我没办法 没有秘密 你就是要做那些事情 德文比英文难很多 你要非常龟毛 你是最好用德国人的个性面对德文 你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逻辑面对德文 这样子是没办法的 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关于德文的问题 还是可以继续问 但是我真的一个影片讲不完 而且这个会太长 我怕没有人要看十分钟的影片 希望先这样子 如果你还有问题你再问我 谢谢